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帮助到老师教书 另外有一个iPad 也叫做Smart Folio 我们一起开箱看看这部机 如何帮助到我们在停货不停的期间 去拍片教学或者开zoom line 或者开视像会议和学生进行教学 好 我们开始了 好 斩玩完了 这是最新的iPad Pro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后面的组合 排列成一个正方形 这条边的黑边也比较薄很多 画面的感觉会大一点 另外一个pencil 原来有几个位置放的 对了 如果放在中间放就好一点 如果放在短一点它有机会会移动 这样它就会充电 这样它就会充电 另外就是这个keyboard 这个就是 侧面看就是这样的keyboard 侧面看就是这样的keyboard 侧面看 有两个不同的角度 可以斜一点 可以没有那么斜 就是两个角度给你调校 另外就是那个充电器 现在转了USB-C 就是这样的口 USB-C 一个圆头 就不是用Line 两边都可以充电 就是两个方向不同 就是双都可以 最大的分别就是这个插头 USB-C 就是以前所用的Line 只能够用在旧的器材上 新的那些就用另一套的线 USB-C线 我们平时老师用的app 究竟效能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又或者我们用来拍片 开zoom live meeting 跟黄先生在网上上堂 究竟有没有什么改良的地方呢 好 我们接着上去看 现在呢 我们讲了 好 我们准备�EST一台un Apple Pencil 2.0,即使用磁石去充電,即使用磁石去充電,即使用磁石去充電 支筆放在上面方便,好處在哪裏呢?除了裸修都方便之外 你都不用擔心它經常充不到電,因為方便充電,方便放在位置 所以現在基本上放多幾百,它就會充足100% 這是另一個進步來的 這支筆留意真的很有趣,原來它基本上都是一個圓柱體來的 但是有一邊,即是充電那邊,塞石那邊是平了一點的 那這裡你還可以用一個字的Apple Pencil,或者用另一個名字 它塞石那邊就是這樣,就是平那邊塞的 所以剛剛好,就是你的名字會遮蓋的 它是平的邊才容易塞的,這個位置是這樣的位置 平的邊,塞住它 感覺上,這支Apple Pencil 2.0真的比較輕手 而且重量是平均的,平衡性都接近在中間 我想長期拿著的寫字都不會太累 這個iPad Pro有個鍵盤是很方便的 因為有時可以直接拍到膽 節省一些手部的動作 因為整部手機放在桌面 沒有程度上好像是一個Laptop的用法 我們再細心看看鍵盤 這個就是iPad Pro,新的鍵盤 另外這個就是MacOS,MacBook,這個就是鍵盤 其實這些鍵盤是一樣的 基本上不是太大分別的 Ctrl Option Command 這邊也是這樣的 你看這個,MacBook鍵盤 會不會是代表 在MacOS上面的短剪鍵盤 在現在iPad都可以使用 我們試試 例如是那個Screenshot MacBook就是Cmd Shift 3 Cmd Shift 3 真的喔 原來可以這樣按那個短剪鍵盤 Cmd Shift 4 對啦 可以讓你選擇 它打通了兩邊 iOS上面 某些的Ctrl Button 把它連接 你看鍵盤就知道了 有機會兩件事 將兩個OS 可能會 一些鍵盤是共通 都現在已經可以使用的 另外一提 如果iPad睡了覺 我們可以按一下鍵盤 它就會醒來了